甜蜜蜜 你笑的甜蜜蜜 好像花兒子在春風 在春風裡 在哪裡 在哪裡見過你 你的笑容在中心 我一時想留情 這是一部最好的華語愛情電影之一 它告訴我們愛情不分對錯 只有先後 剩下的都是選擇 上世紀80年代 一輛列車緩緩駛駛入香港站台 來自天津的小君 來到這片繁華之地投奔姑姑 她沒有多大的野心 只想打工賺錢 然後回家娶自己的女友小婷 她循著地址找到了姑姑家 姑姑對小君很好 給她騰出了一個小房間 帶有獨立廁所 這樣晚上方便時 也不用跑到屋外去了 姑姑還托人給小君 介紹了一份送貨的工作 雖然工作很辛苦 但每個月有2000塊的薪水 小君已經很滿足了 不過香港這邊很多人 都說粵語或者英語 她聽不懂 她就會每天給小婷寫信 講述自己在香港的所見所聞 這天小君發了薪水 她來到麥當勞 準備犒勞一下自己 那個年代 麥當勞在內地還是很少見 小君想圖個仙 可她不會粵語 和服務員溝通起來有些困難 導致後面排起了長隊 無奈的李翘只能換成普通話 小君聽懂嗎 頓時感到十分親切 等待取餐時 她看到店內的招工廣告 便來了興趣 可經理見她不會說英語 也不會講粵語 便不再搭理她 她把表田好遞給了服務員李翘 請她幫忙轉交 李翘見她剛來不久 又不會說英語 就主動向她推銷起英語補習班 這樣她也能獲得一筆用金 她告訴小君 只要學好英文 在哪裡都好找工作 小君心動了 就和李翘一起來到一個專門教內地人英語的補習班報名 小君看到李翘有張能吐錢的銀行卡 還有一個BB機 羨慕地伸出大拇指 就這樣小君開始學習英文 李翘也在這家補習班兼職保洁 因為這樣不僅可以多領一份工資 還能免費學英語 李翘做了很多份兼職 基本上每天都有幹不完的活 做完補習班的保洁 他又要立馬趕往下一家 為了感謝李翘的幫忙 小君說自己有車 可以帶他到下一個兼職地點 而小君所說的車就是他送貨的那輛坡自行車 李翘告訴他 在香港這個叫單車不叫車 忽然路邊響起鄧麗君的甜蜜蜜 坐在自行車後坐的李翘不自覺地哼唱了起來 兩人的關係在這種甜蜜浪漫的氛圍中熟弱起來 小君剛來香港不久 沒交到一個朋友 而李翘因為忙於賺錢 也沒空交朋友 一來二去 兩人便成為了彼此唯一的朋友 李翘在花店有份兼職 經常讓小君幫他送花 而在李翘的帶領下 小君也見識到很多沒見過的新鮮玩意 李翘經過一段時間努力 終於成為了萬元戶 這可把小君羨慕壞了 連忙求他教自己賺錢的方法 為了賺更多錢 李翘租了的攤位 用自己的家當 進了一大批鄧麗君的磁袋 小君也投了一千塊 李翘卻說 這也是他進鄧麗君磁袋的原因 他看到報紙報道 在香港有五分之一的大陸人 那就代表滿大街都是大陸人 那自然也會選擇購買鄧麗君的磁袋 可他想錯了 香港的大陸人雖然很多 可誰也不想因為鄧麗君而被認出是大陸人 因此李翘的生意十分慘淡 即使價格一降再降 一盤也沒賣出去 雨越下越大 街道上的客人都散了 小君買了兩瓶為他乃安慰失落的李翘 李翘其實是土生土長的廣東人 而小君早就知道了 因為他們都愛鄧麗君 但小君不想說破 他不想失去在香港唯一的朋友 隨後小君邀請李翘到家裡吃餃子 因為今晚正好是除夕 兩人吃完一起洗碗 小君用毛巾給李翘擦手 兩人的手就這樣隔著毛巾握在一起 李翘準備回去 小君給他穿上外套 並幫他扣好扣子 小君看外面冷 還給李翘披上自己的外衣 屋子很狹小 空氣中很快瀰漫著荷爾蒙的味道 最終兩人衝破李治 升華了彼此 第二天 李翘打了電話 原本想坦白的 但最終還是選擇了逃避 掛斷電話後 他去找李翘 李翘就跟沒事人一樣 小君拿了些錢給他 還說要對昨晚的事情負責 可李翘卻說 分別時 兩人還玩起了吉祥話接龍 李翘 新年進步 空氣發財 一番豐盛 身體健康 事事如意 龍馬精神 如意極強 大吉大利 萬事甚意 有言萬歲 此後兩人的關係漸漸升溫 親密的就像一對情侶 小君給女友寫信時 已經不知道該寫些什麼 撕了一張又一張 日子一天天過去 小君已經適應了這裡的生活 送貨的工作加了工資 他的英語也學到了高級班 李翘的存款再次回到了五位數 為了發財 李翘玩起了股票 他們頂著酷热排隊買股票 排隊的人群中 大部分都是大陸人 一對夫妻為了兩千塊大炒了起來 李翘看了直摇頭 李翘心有大志 他辛辛苦苦來到香港 不願馬馬虎虎的過一輩子 他聽朋友說 年底股市會漲到四千點 這樣再過兩年 他就可以再相當買一套自己的房子了 在大陸給媽媽買一間住 可惜理想很美好 現實很殘酷 還不到年底 股市動盪 李翘再次賠得血本無歸 銀行卡的余額僅剩89塊 還欠了一筆高利貸 為了還債 李翘去了喜玉城做了按摩技師 在這裡他認識了黑社會老大鮑哥 他的牙尖嘴利很討鮑哥喜歡 鮑哥問他要不要賺外快 被李翘果斷拒絕了 身為黑社會老大的鮑哥問李翘不怕他嗎 李翘說 我什麼都不怕 就只怕老鼠 小君如今已經轉行做廚師 收入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升 這天小君想給女友小婷買一條份禮物 想讓李翘幫忙選一選 李翘選了一條金手鍊 小君在結帳時卻買了兩條銅款的 一條給小婷 一條給李翘 看到小君給自己也買一條 李翘愣了很久 但還是收下了手鍊 可在回去的路上 他激動地說 我真的沒有人這麼傻的 送同一份的手裡面兩個女人 我人家一定不同的 那是你老婆 我你朋友 我們是上過床底 你不會送一條給他一條給我 那是什麼意思 你知不知道自己做什麼的 說完李翘站在了路口 他忽然很迷茫 缺乏安全感的 他不知道接下來 給去哪裡該做什麼 前幾天他還給他的母親打過電話 說自己發達了 可現在他一分錢都沒有 還欠了一屁股債 他告訴小君 說完李翘消失在街頭 小君沒有勇氣追上去 與此同時 鮑哥成為了李翘的老熟客 看到鮑哥身上多了一隻米老鼠的紋身 李翘若有所思 忽然李翘的BB寄來的信息 是小君的留言 只有兩個字 再見 一轉眼三年過去 小君攒够了錢 女優小婷來到香港 小兩口在酒店舉行了盛大的婚禮 小君在婚禮上看到了李翘 她和鮑哥在一起 成了一位貴婦 她是特意來參加小君的婚禮 還和小兩口一起合影留念 婚禮結束後 小兩口緊緊一微 說著枕邊情話 小婷嘴角青陽 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而這一夜 小君卻是輾轉難眠 後來小婷和李翘慢慢熟悉了之後 她們成為了好姐妹 聽說小婷會跳舞 可又找不到門路 李翘幫忙聯繫了一家舞蹈培訓學校 讓小婷當上了舞蹈老師 為了感謝李翘 小婷拖下自己的手鍊 戴在李翘的手腕上 開著車的李翘有些失態地甩開小婷的手鍊 她趕緊道歉解釋說自己有過一條同款的手鍊 見李翘不需要手鍊 小婷就邀請李翘到家裡吃飯 李翘答應了 過了幾天 李翘的婚紗店到了一批新婚紗 因為李翘和小婷結婚時沒穿過婚紗 李翘就讓小婷選一套來補拍 小婷去世婚紗 李翘推開另一件事一件 竟意外撞見換衣服的小君 想起以前兩人可以親密無間 而現在李翘只能尷尬地退出門外 回家的路上 李翘載著小婷去上班 小君坐上副駕駛 兩人在車內誰都沒說話 收音機裡播放著鄧麗君的歌 忽然看到很多人在路邊圍著鄧麗君要簽名 小君趕緊跑上前要簽名 看著眼前的場景 聽著鄧麗君的歌聲 往事一幕幕地浮上心頭 李翘的心裡百感交集 可他知道那都是過去的事 等小君要到簽名過來時 他告訴小君說自己要去買點東西 讓他自己回家 李翘坐在車內 看著帶有鄧麗君簽名的背影漸漸遠去 李翘有些憂傷地低下頭 卻不小心按响了喇叭 小君以為是在叫他 於是慢慢走向他 這一刻兩人就情覆燃 他們就在大街上巷吻起來 那天晚上 他們去了姑姑家 家裡的家具都翻新了 兩人睡在心床上 李翘問小君他們以後該何去何從 小君說 我們不能再騙自己了 我會回去找小婷 李翘問他 那我呢 小君回答 你自己決定 李翘說 我想每天睁開眼睛都能看到你 兩人再次相拥在一起 深夜 小君送李翘回到他家樓下 卻突然被警察攔住 原來報哥出事了 警方希望他能做污點證人 當李翘打開房門時 家裡已經被翻得乱七八糟 此時的報哥已經躲了起來 在小弟的帶領下 李翘匆忙的去見報哥 小君也跟了去 到了黨口碼頭 李翘對小君說 你等我 我很快就會回來 在偷渡船上 李翘見到了落寞的報哥 報哥說他如果去揭發那些大佬 那他就只有死路一條 他不希望李翘跟著他東躲西藏 就讓他再找個好男人過日子 可沒等他說完 李翘一頭就鋪在了他的懷裡 就這樣 李翘沒有選擇下船 而是跟著報哥去了美國 小君卻在碼頭等了很久 等到船開遠了也沒等到李翘 回到家 因為內心的愧疚和煎熬 他向小婷坦白了自己和李翘的過往 小婷問他 既然和他在一起了 為什麼還要和我結婚 小婷狠狠地給了他一耳光 隨後收拾東西回天津 他說如果不來香港這些事就不會發生 小君悲傷地和小婷說 我們回不去了 小君和小婷就這樣分手了 當他再次返回姑姑家時 獨居的姑姑已經去世 他把所有財產都留給了小君 小君又把這些都轉贈給小婷 算是彌補自己欠小婷的情债 離別時 小君給小婷留了封信 我本來就不是一個勇敢的男人 我不敢讓你原諒我 我只是想 我們一起這麼多年 走我的路這麼長 小婷 我也難過的 時間一晃又三年過去 時間來到1993年 小君去了美國 投奔之前在香港認識的廚師 在唐人街的餐館當起了廚師 巧的是 豹哥帶著李翘輾轉多地 如今也在唐人街謀生 此時的豹哥看得出李翘想要一個安定的生活 他們規劃著生娃 買房子 過平靜的生活 這天他們看完房子 李翘到洗衣店拿衣服 在街角等候的豹哥遇到了幾個街頭混混 他們想搶豹哥身上的財物 豹哥反抗 忽然街道上響起幾聲槍響 豹哥就此倒閉不起 在停尸房 李翘看著豹哥背後的米奇紋身 確定了死者的身份 而此時李翘的簽證也到期了 要被遣送回國 坐在前往機場的車上 失神的李翘忽然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 從他面前經過 他盯著那個熟悉的背影 猛地打開車門追了上去 可小君騎得太快 沒一會功夫就消失在人群中 就這樣 李翘和小君擦肩而過 時間又過了兩年 李翘成為了導遊 負責接待從大陸來的遊客 從遊客口中得知 以前的人都往外走 現在祖國強大了 好多人都回到國內發展 李翘淡淡的一笑 望著自由女神像發呆 與此同時 小君和老闆一家也自由女神像附近遊玩 可兩人並沒有相遇 一個月後 李翘訂了機票準備回國 剛走到門口 就聽到一代天后鄧麗君去世的新聞 李翘聽到後像失了魂一樣 漫無目的地穿梭在街道上 最終停在一家門口有著電視的橱窗外 電視裡正播放著紀念鄧麗君的紀錄片 一個路過的男人看到紀錄片後 折返回來駐足觀看 兩人認真地看了好一會才發現身邊的人似曾相識 《甜蜜蜜》是陳可欣導演 1996年上映的作品 影片獲得第16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九項大獎 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劇情片 1997年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 年度全球十大嘉篇第二名 影片講述了20世紀末香港新移民的艱苦歲月 在香港這個物欲横流的現代化大都市的人 無論是單純善良如李小君 還是精明現實如李翘 對於未來 他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理想與憧憬 然而在香港的生活 並非他們來之前想像中那般容易 黎明和張曼玉憑藉甜蜜蜜精湛的演技 把小市民形象刻畫得入目三分 一夜之間甜蜜蜜在大街小巷傳唱起來 那樣的年代 那時的愛情 讓人為之動容 當兩個錯過的人再次相逢 相識一笑似乎從未分離 看完有種怅然若失的感覺 珍惜所有 珍惜所愛 不要等到錯過才後悔 愛情很短 遺忘卻很長